天坑底部传出雷骨轰鸣之声 下面究竟是何模样 声音是如何产生的 真的有大型生物存在吗 跟着我的镜头 我们一起进入天坑底部 一探究竟 刚刚我试了一下 这个天坑的深度 大概就是不到100米 这里面呢 明显可以听到有瀑布的声音 这里现在已经被当地村民 用这些树枝把它堵死了 我现在把这些树枝 移开一个大概一人 可以通过的一条路 然后才能进入这个天坑 现在已经把鹿给弄出来了 听 这下面明显可以听到 像打鼓一样的声音 刚刚我观察了一下 从这里下去下面有瀑布 这里可能下去浑身要打湿 然后从那个位置往下降 就好很多 弄个石头下去看看 哈哈 并不深 大概深度七八十门 绝对不会超过100米的 在这里做一个自然毛巾 这是一棵直径15公分的童子树 OK准备出发 从上面下来已经马上到这个天坑的入口了 下面是一个平台 这里下去有两个平台 遇到前面这样的石头 一定要在这里做一个锚点 如果不做锚点的话会遇到什么情况呢 就是恭喜你下去了 就可以不用上来了 因为很有可能 甚至会被磨断 在这个位置再做最后一个锚点 就可以一身到底了 这个天坑的底部有许多这样的树叶 然后还有一些动物的骨头 我的天呐 这是什么 这是一只狗 明显它也是从这个天坑的顶端掉下来的 这里的高度大概是70多米左右 不管是什么动物从上面掉下来 应该都没有幸免的 以后你要往这个天坑里面跳了 在这边出现了两个动道 这边一个动道 然后在这边有一个小动道 从这里下去 是一个很小的路口 下面是一条地下岸河 因为这个瀑布的水就是从这里流进去的 这也不算瀑布一道小水莲 下面打鼓的声音呢 就是从这里发出来的 这是一个瓶子 哇就从这个瓶子里面发出来了这种滴滴答答的声音 像有人在打鼓一样 本期视频我们先探索这边这个动道 这是一个很大的洞天 然后下期视频我们走 左边这个小动道 这里下去应该是地下岸河 现在朝主动道出发 下来后这里一点也不冷 这里的温度大概有十多度 比在外面待的爽多了 这应该是一个古代的古河床 因为这个地上全是这样的河沙 我们继续向前 看能不能找到它的另外一个出口 这些水应该都是上面的水 在慢慢的融化过后 从地表渗入的 天呐 前面出现了一道人维修期的防御公司 这个不是蓝水的水坝 这是一道防御公司 修建这样的防御公司 应该是要耗费许多的人力 这个石头的长度大概有一米左右 它的重量不会低于500斤 基本上全是这样的石头 修期成的这道防御公司 这个防御公司它的宽度就有两米 它这个石门的宽度只有60公分左右 以前应该是不适合的 因为这里许多的这种大石头 可能是有一个石门的 这样的防御公司 在川渔地区基本都是用来防土匪的 在这边出现了两条路 下面应该是以前的古河床 然后这里上去大概三米高 上面有一个洞道 我们从这里上去 上来后上面是这样的乱石 这里有一个平台 前面这些石头应该是凳子 因为摆放的还挺整齐 这是一个裂缝没有动到 我们继续往上 看这里下面有一块木头 难道是阴沉木吗 这并不是阴沉木啊 这就是一块被水流冲进来的 朽木 这边出现了一条路 看这是用石板铺的这个路 一直从这里出去的 可以明显的听到前面有流水的声音 在这里全是这样的乱石 大石板 这应该都是地质变化的时候 从这个洞顶掉下来的 因为这个洞顶非常的平整啊 前面有很大的流水声 这里应该有一个跌铺 就在我的身后 但愿不要航水前行啊 继续前进 前面应该是地下河了 因为可以听到流水的声音 真的是地下河水流量不是很大 哇塞 这里有一根水管 这是地下河的源头 现在我们离出口应该很近了 地下河就是从这里面流出来的 这里进不去 因为全是被这样的乱石堵死了的 然后在这里啊 出现了水管 这是当地村民取水的地方 从这里一直出去的 这外面肯定有另外一个出口 地下河水是往下流的 下面这个洞道是下不去的 因为全是这样的很窄的裂缝 而且被石头堵死了的 看来我已经快要出这个山洞了 这是一条水渠 我们看看还有没有其他洞道 下面的水流声很大 也许就是从这个激烈风流下去的 这就是地下水渠 然后这个出口是很小的 这里人是过不了的 很窄 而且前面越来越窄 我们不走这里 然后走大路出去 这边是以前的人们修的水渠 这个要很多人才可以休息起来 因为这个是一个大工程 这里出去应该就是它的另外一个出口了 我们沿着这个水渠走吧 有光了沙 它的出口就在这面绝壁之下 在这边还供奉了一尊观音菩萨 在这里有一个真实的故事 也可以说它是一个事故 曾经有一百多人 为了躲避土匪的抢夺 他们把家里面的粮食 所有的值钱的东西 全都搬到了这个洞里面 然后一住就是几个月 出来的时候 由于是中午大太阳 然后大多数人都隐恨西北了 这个事故说明山洞里面是不适合长期居住的 因为万物生长都要靠太阳 所以很多人说想住山洞 这个我建议还是不要住山洞 本期视频我们就拍到这里了 下期视频我们将进入这条地下岸河 走到它的最深处 在这里也可以听到很大的流水声 里面的水流量应该还不错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